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代码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迪斯科的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机器学习长啥样 今天咱们使用SKLNKN算法 分析一个最最俗套的鸢尾花的数据集 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 我给您分享的视频 大部分都是深度学习 大部分都是TensorFlow 但是虽然咱们在学深度学习比较多 大家也不要小看机器学习 不要小看SKLN 是这样 通过我的经验来说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SKLN还是TensorFlow 有它各自擅长的领域 两者缺一不可 并不是说TensorFlow能够解决好多问题 有很多的领域 其实是SKLN擅长的 所以说SKLN 咱们作为这个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来说 也要掌握 对吧 特别是您今后想往人工智能上面发展的话 这两个框架是您至少要掌握的框架 一个左手 一个右手 没有孰中孰清 咱们今天就学习一下吧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SKLN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Go 这个关掉 大家看看 这是SKLN官网 做的怎么说 非常的简洁 然后它里面所有的功能 在这地方都有体现 目前来说全是全英文 但是也有中文网站 有兴趣朋友可以找一下 能找到中文网站 但是这个网站是它的官网 也是最全的网站 它里面有多如牛毛的样例 咱们可以根据这些样例 一点点的学习SKLN 今天我是抛砖引玉给您入个门 怎么入门 马上看我的代码 是这样 今天代码 我是基于咱们怎么说 这个SKLN学习SKLN领域中 最最俗套冤尾花数据 及给您分析 希望我的今天的代码的分析和讲解 让您能够明白 机体学习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它到底长啥样 咱们马上看代码 好 咱们上来看 首先是Pandas 表格处理框架 这个没什么说的 今后可能我会开课程给您讲解 这个是Seabong 这个是用于这么说 漂亮的图形显示 Modplot是图形显示 对吧 它是漂亮的图形显示 它内部其实也用的是Modplot 好吧 然后引用咱们今天主角SKLN 包括一个SYS 好 接下来咱们看 咱们要引用几个包里面的函数 比如说 咱们要把咱们达到了 这个冤尾化的数据集 邦邦 拆成左右两份 一部分用于训练 一部分用于考试 怎么拆 就用这个函数 好不好 咱们记住它 今后也会常用 同时 咱们拆完数据集之后 咱们就要去学习预测 对吗 是这样 SKLN给咱们提供了好多个算法 包括第三方也有好多的算法 咱们用这些算法干什么 咱们学习这些算法 知道它的特性之后 然后来解决咱们的实际问题 今天咱们的实际问题 就是冤尾化数据集的预测 那么今天咱们采用的算法 是KLN近临算法 好不好 其实在SKLN有好多算法 今后我会一点一点的给您讲解 大家不要着急 然后是这样 咱们有了学习级了 咱们学习了 对吧 有了预测级了 考试级了 咱们考试 那么考的怎么样 对吧 需要有一个考试结果的评价 今天我会给您调用这个函数 给咱们考试结果打个分 就是说咱们学的怎么样 咱们算法行不行 对吧 也会看到 好不好 OK 咱们简单先运行下 到现在为止的代码 在这个地方 我输出了Python的信息 Pandas的信息 SNS的信息 包括SKLN的信息 这个地方都有显示 它也是这样 我用的是Google的collab 它也许不是最新的版本 但是没关系 它一定是可用的版本 咱们大家说 我不行 我就用新的 不必 完全没有必要 咱现在用最稳定的版本 是最好的 对吧 我记得当时 我刚毕业的时候 建立一家日本公司 对吧 它当时使用的技术 是十年前非常老的技术 但是呢 就是稳定 大家都熟悉 大家也会用 也稳定 也没有问题 而且呢 也有怎么说 各个的GCIT实际 对吧 所以说呢 采用最稳定的框架 用于您的生产环境 这是没有错的 学习 咱们可能学习最新的框架 对吧 OK 先稍息 咱们往下看 咱们import完了之后 接下来大家请 这行 这行是SKLIN 给咱们提供的一个数据集 让咱们干什么 让咱们去装载 冤尾花的这个数据集 通过这行命令呢 进行装载 在这地方 咱们不仅给它 import进来了吗 装载完之后 然后咱们呢 在这个地方 打印出一下什么 打印出一下 SKLIN 给咱们带的 自带数据集里面的 一些个基本的信息 好不好 够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我不给你一行一行翻译 大概他就说 我该不给你数据集 让你进行训练 对吧 你那都 都有什么这个信息 比如这个花鳄的长宽 然后花瓣的长宽 他把这个鸢尾花呢 就给了四个特征 分别是花鳄的长宽 以及花瓣的长宽 那么鸢尾花 因为比较简单 就一朵花 对吧 那么根据这四个特征 大概就能把这花分类 其实像咱们人脸识别来说 其实这也是 根据这些特征 进行分类嘛 但是咱们人脸的内容 比较多 对吧 眉目逼后 这个暂时不提 一些细节的 微微小小的细节 可能就决定 他是不是这个人 对吧 那么如果咱们今后 用人脸识别的话 如果咱们想用SKLIN 进行人脸识别的话 那么这个人脸的特征值 远远不止这四个维度 对吧 它可能会有N多 会有几百几千 都有可能 对吧 当然今天咱们讲 比较简的鸢尾花 就四个特征值 咱们就能够区分出 它是哪种鸢尾花 对吧 如果以后你要识别人脸 可能这是有一千个特征 您才能识别这张三李四 是葛优还是成龙 对吧 OK 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 咱们有这四个特征之后 咱们就能够判断鸢尾花 好不好 会再往下走 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这个数据集 它有很多固定的格式 比如说 它内部的数据集 在这个地方显示点data 然后每个特征 都是哪个花 它有一个target的属性 这里面也存着 我把这两个特征 以及它是哪种鸢尾花 给它打印出来 就这样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总结出来了 它这里面一共提供三种鸢尾花 特征存在data里面 或者说是大X里面 然后它是哪种花 存在变量Y里面 对吧 然后这变量Y 有三个曲质 分别是012 代表着山鸢尾 杂色鸢尾 维基尼亚鸢尾 咱不管这名称怎么起 对吧 就说你具备了这四个特征 花厄的长宽 以及花瓣的长宽 我就能够判断 你是哪种鸢尾 对吧 这个不就是咱们机器学习吗 好 咱们执行一下 把基础数据装载进来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个特征值吗 乍看是个数组 不知道干什么的 其实它是鸢尾花的 一个特征 好不好 OK 代表这是0吗 0是什么 0是这个山鸢尾 好不好 它们是一对一的关系 四个值是个特征 代表着 然后最后给个标准值 是01112 是吧 OK 接下来咱们用刚才这个函数 进行拆分 把它给咱们的这150个特征 帮帮 拆成多少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拆分比例 拆成28原则 对吧 8%是用于学习 2%用于考试 好不好 OK 通过这行命令 就能够拆分开运行 因为这个鸢尾花 怎么说 这个例子 别的老师也讲很多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 就讲给您快一点 好 咱们拆分完数据集之后 咱们分别打印出 前五个特征 以及前五个鸢尾花 都是哪些花 大家请看 前五个特征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5乘4的数组 对吧 在下面是五种鸢尾花 为什么 这是五行 然后每行里面有四个特征 对吧 所以说这是五个花 没问题吧 02021 没问题 OK 好 咱们打印出来 先投五个数据之后 接下来是这样 它给咱们是四个特征 是吧 我通过Pandas 以及这个SS这写法 把这四个特征 给您用图形化的方式 进行下显示 显示完之后 咱们分别对每个特征交叉之后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怎么说呢 分类是吧 咱们通过图形化就能够看出来 咱们试试 Go 正在计算 对吧 咱们调用的是这个Pandas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四个特征 这是四字相成 花厄长宽 花瓣长宽 这个纵轴呢 也是花厄长宽 花瓣长宽 咱们就看其中一个吧 比如咱们看这个 是吧 花厄长和这个花瓣宽 对吧 大家请看 它们两个在数字上 在数学上 是可以通过中间画条线 分成两组的 对吧 符合这个特征的是一种花 符合这个特征的是一种花 对吧 但是两个特征不够 所以说呢 四四特征它都列出来 大家请看 像这个看起来更清晰 对吧 我这画条斜线也好 画条竖线也好 能把这两个特征分开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 有一种月月花 就是花厄特别长 花瓣特别短 你肯定就是一种特殊的嘛 对吧 咱们大家想想 它如果它具备这种特征的话 咱们用K进林法 可能就能够分开它 对吧 就能够分辨出它 如果说它的特征不好识别 比如说都杂乱无章的 聚集在一起的话 可能咱们就觉得 KNN不适合 我可能得用一些个其他的 比如说X boost 是吧 可能有些其他算法 这个就是要建立在 您对所有的算法 了解的基础上 然后呢 您拿到您的大数据的数据集 看到这些个图形化特征之后 您来决定采用哪种算法 这个是一个经验问题 好不好 OK 这不是01问题 它是经验问题 对吧 好 再往下 咱们数据特征都显示出来之后 咱们就准备采用K进林算法 给您预测一下 大家请看 我这传了个5 这个参数非常重要 什么意思 就是说 5个离我近的人 我就认为我是你们 对吧 比如说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您告诉我 您的经纬度 我就能大概知道 您在什么位置 对吧 比如说 您的经纬度离北京近 那我就认为 您是北京人 对吧 您在北京 您的经纬度离纽约近 我就认为您现在在纽约 对吧 这个K进林算法 就是这个概念 它这个特征 离谁近 离其他的谁近 你就是谁 对吧 那我这个地方给了5 就是说 他找到旁边5个人 他的位置 比如说您在这个 纽约 对吧 但是我不知道在纽约 但是我知道其他的人 都在纽约 您离在纽约的人近 那您就在纽约 就是这个感觉 好不好 OK 那咱们就执行一下 进行一个简单的学习 然后开始预测 学习非常快 对吧 他不像是深度学习 一学习 学习个三五天 他不不不 一会就完 好 然后咱们进行预测 大家请看 这个是测试级 咱们通过训练级 训练完之后 那么咱们考试 考试结果怎么样 下面看 这个是考试的结果 这个是实际的结果 考试结果是什么内容 考试结果是 20%的训练 是20%的特征值 这个里面标志的 每个鸢尾化四个特征 每四个特征 对应一种鸢尾化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是预测结果 这个是实际结果 咱们都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上面是预测结果 它预测出来是2 实际结果呢 也是2 说明什么 说明它预测对了 它用这个K进林算法 分析咱们的那四个特征 然后得出来的结论 大家请看 几乎正确 是吧 看上面是预测的 下面是实际的 我这四个特征 花瓣常宽 花鹅常宽 对吧 然后常宽分析完之后 它是比如说 它是零 山渊尾 然后上面通过K进算法 它也是通过 测试级的数据 花瓣 花鹅 一分析之后 它这边也是 山渊尾 那两个都是零 说明什么 说明你学习正确 完全正确 OK 对吧 这个就是简单的 学习加预测的过程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它的准确率 对吧 你的成绩考怎么样 你给我分啊 我给你出100道题 你考了多少分 对吧 这地方能看 咱们试一下 你看 这传起来一个实际值 传起来一个预测值 对吧 那么就能知道 它的考试结果了 大家请看 考了96分 96.666 对吧 说明考的还算不错 我给您100种花 您能认识到 不是 不是您啊 是您这个算法 能够认识到96种 都正确的话 我认为 这个模型就可用 对吧 人眼还有看错的时候呢 都不见得能看对 这花啊 对 山渊维 就有一看 不是弗吉尼娜的 但错了 对吧 所以说准确率 人都达不到100%啊 好 接下来 咱们再看看预测概率 这个非常常用 前两天我给您讲函数 取得一个数组中 最大值的索引 就这意思 大家请看 这四个 大家请看 它预测出来的概率 是0 下标是2的 这个概率最大 所以说这是100% 是1吗 对吧 大家看看这行 它通过四个特征 一预测啊 是2的概率是0.8 就80% 然后呢 是中间的这个杂色的 可能才是20% 然后它不可能是删冤 那么咱们就根据 这个最大值判断嘛 你是你的概率 预测80% 是维吉尼亚 那我认为 它就是维吉尼亚 对吧 它没有预测100% 对的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只是给一个 根据您特征值 学习的结果 给一个出 它的概率 它可能是什么 对吧 咱们预测商品 也是用相同的算法 最后您出商品 您是这个洗发水 还是这个节节零 对吧 瓶的都差不多吗 最后我给概率 你可能是洗发水的 概率50% 是节节零概率30% 那咱们就预测 它是洗发水 就这感觉嘛 对不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咱们用SKLan 咱们分析一下 最经典的 或是最俗糙的 约伟花数据集 今天我的目的是 让您简单看一下 SKLan的编码方式 它该如何的实现 机器学习 同时 怎么说呢 不光咱们学习深度学习 咱们也应该掌握 机器学习 咱们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今天代码呢 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分享到我的 Disco的专局 有幸运的朋友 你就下载参照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